欢迎回到北京大学生物信息学 导论与方法网上课程 我是北京大学生物信息中心高歌 我们来继续第四周的课程 Markov Model 在上个单元里 我们介绍了Markov Lens 通过引入状态的概念 我们可以区分Gap Open和Gap Extending 从而正确完成空位的线性组合发分 并进而对任意比对计算出一个概率值 但很容易可以发现 仅靠这些还不足以真正完成序列比对 因为现有的状态模型 只是区分了空位状态X、Y 以及Mesh状态M 而没有考虑具体的残疾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引入引Markov模型 所谓引Markov模型 是指在状态的基础上增加了符号的概念 每个状态都可以以不同的概率 产生一组可以观测到的符号 也就是说 除了状态转移概率之外 引Markov模型 进一步引入了生成概率的概念 每个状态都有自己的生成概率分布 可以按照不同的概率产生一组 可以被观测到的符号 与上年介绍的情形不同 在以Markov模型里 状态路径是无法直接看到的 这也是Heiden Markov Model中 Heiden的含义 相反 我们需要根据观测到的符号 来推测对应的状态 例如 当我们观测到字符串AABC时 对应的状态路径 有可能是1123 也可能是1233 1333 甚至是1111 22223333等等 因为其实每个状态都有可能产生ABC 但问题在于 不同的状态产生ABC的概率不同 进而不同的状态路径 产生最终被观测到的字符串 ABC的概率也不同 理论上讲 我们可以把所有可能的路径穷尽出来 对吧 然后呢 我每个里面 我都可以严格的算出一个路径的概率来 对吧 然后呢 我取个概率最大的那个 就是我最可能的路径 比如 状态路径 1233 产生ABC的概率 就是 状态1产生A的概率0.8 乘以状态1 转移到状态2的概率0.3 再乘以状态2 产生A的概率0.2 再乘以状态2 转移到状态3的概率0.5 再乘以状态3 转移到状态3的概率1 再乘以状态3 产生C的概率0.1 这样得到的总成绩 就是0.0072 事实上 对于每个可能的状态路径 我们都可以按照这个办法 来计算其产生ABC 字符串的可能性 而其中概率最大的那个状态路径 也就是最可能产生 这个字符串的状态路径 为了方便起见 我们在上节定义的转移概率 αKL之外 再定义一个生成概率 EKB 表示在状态SK的时候 产生符号B的概率 这样 我们就可以按照上节所说 利用乘法原理 把状态路径X 产生观测符号串Y的概率 简单地写成两者的成绩 介绍完了Marcov模型 我们再回到之前提到的 考虑空位线性发分模式的 序列比对问题来 之前提到过 上节建立的Marcov链 通过引入空位状态XY 以及Mesh状态M 可以很好的处理 GAP Open和GAP Extending 但没有考虑到具体的残疾 因此我们接下来通过引入 刚刚介绍的YenMarcov模型 来补完这一点 具体来说 我们用生成概率来处理残疾 M状态生成的符号 是所有可能的残疾替 其生成概率写作PAB 而XY状态生成的符号 则是所有可能 插入的残疾 其生成概率写成QA 这样我们就可以 很方便的同时考虑 状态和具体的残疾 并进而将序列比对问题 重新描述为 一个针对特定 以Marcov模型 与符号串 寻找最可能状态路径的问题 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应用 动态规划的思想 来分布求解 首先我们定义PMIJ 表示在XI比例到YJ 也就是两个残疾 对到一起的时候 第一条序列X 从第一位到DI位 第二条序列Y 从第一位到DJ位 最大的概率 而PXIJ 和PYIJ 则分别表示 在XI或YJ 残疾比例到空位的时候 序列X 从第一位到DI位 序列Y 从第一位到DJ位 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概率 这样 我们就可以根据 状态转换图 来定义每一步的迭代函数 并进一步 利用动态规划的 Backtracing 来得到最终的比对 好 简单总结一下 本节我们通过引入 以Markov模型 来解决序列比对中 线性组合空位的问题 这里 之前看过第二周补充视频的同学 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第二周时 我们简单的通过 引入M X和Y这三个状态 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这里 还要在如此费力的 花了两个单元的时间 来引入 以Markov模型 和这么一大堆的新概念呢 那么这些新东西 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 以Markov模型的引入 有效地给出了序列比对的概率解释 比如 这里的δ 就可以理解为 在生物演化过程中 出现DNA片段插入 以删除的概率 或者说 产生一个空位的概率 那么再比如说 M状态的生成概率 就可以直观地对应于 演化过程中 相应替代发生的频率 同时 概率模型的引入 还可以帮助我们 利用概率论的知识 做更多的分析 例如 我们可以在不引入 具体比对的情况下 来计算两条序列之间 最大可能的相似性 那么 事实上 在本节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 以Markov模型中 同一个观察序列 可以来自许多 不同的状态路径 因此 当我们将 所有可能的状态路径 所对应的概率求和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 相应观察序列 所对应的全概率 那么在序列比对这个问题上 我们也就得到了 两条序列之间 所有可能的比对概率之和 或者说 两条序列之间 最大可能的相似性 而在具体操作上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将 之前每一步迭代的时候的 求最大值 变为求和 然后再将最后的 求最大值 变换为求和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方法 以马尔科夫模型 更多的是被 作为一个预测器 来使用的 这也是我们下个单元 要介绍的内容 好 这是本节的思考题 欢迎有兴趣的同学 认真思考 并积极通过论坛 与其他同学和助教 进行交流讨论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见